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视频应包括客户可以用于暂停或停止换灯片播放的设置。视频当您向您的在线商店添加视频时,请遵循以下准则。视频不会自动播放,如果视频自动播放,则其音频尽音。对于包含音频的视频,此视频完全可见,不受其他页面元素的阻碍,这能够使隐藏式字幕保持可见。 对于包含对话的视频,可以使用文本听录稿,这些听录稿可包含在页面上,或包含在可通过链接访问的单独页面中。这些准则也是用于幻灯片中的视频。键盘支持视力或运动存在障碍的客户可能会使用键盘进行在线导航和完成任务。 这些客户依靠可视的指示器来传达他们的键盘焦点在网易上的位置。 在以下视力中,电子邮件字段具有一个可视的焦点指示器。如果您要编辑模板的样式表,请确保没有从任何页面元素中删除键盘焦点样式。请遵循以下准则。 当所有交互式页面元素都有键盘焦点时,它们都有一个清晰的可视指示器。 这些元素包括链接、按钮和表单字段。资源若要详细了解本文中讨论的主题的Web和访问信,请参阅以下资源。 颜色对比度资源Colors with good contrast对比度良好的颜色。 来自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的一篇文章Contrast Ratio,一种在线工具,可以用于查找两种颜色之间的对比度Colors Contrast Analyzer, 一个可供下载的对比率应用程序,由Cassie Yellow Group,开发文本资源,16pix of font size,for body copy,anything less is a costly mistake,16,像素字体大小,适用于正文。 任何一个细节的缺失都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 来自Smashing Magazine的一篇文章,来自Web IM的文章。 Text Alignment, Text Alignment, Link Appearance,链接外观。 来自Web IM的一篇文章,来自Web IM的文章。 Using Headings for Content and Structure,对内容结构使用标题,替代文本资源,Text to Speech文本到语音转换。 来自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的一篇文章,Alternative Text,替代文本。 来自Web IM的一篇文章,来自Medium的文章。 Considerations when writing out text,连写替代文本时的注意事项,幻灯片和视频资源,来自A11Y项目的文章。 A Primer to Vestibular Disorders,前评疾病入门,Text to Stitch文本到语音转换。 来自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的一篇文章,Video Captions,视频字幕。 来自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的一篇文章,来自YouTube帮助的文章。 Use Automatic Captioning,使用自动字幕,Captions and Subtitles,字幕和副标题。 来自Vimeo帮助中心的一篇文章键盘支持资源Teaboard Compatibility,键盘兼容性。 来自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的一篇文章,相关推荐。 Shopify母版中如何使用多货币脚板。Shopify店铺货币转换步骤。